为什么恋爱越久 越不容易结婚 刚分居的朋友说 因为没那个状态了 想结婚其实是一种状态 可以持续个两三年 如果谈得太久 不是你不想娶 也不是他不想嫁 只是你们对结婚这个事 已经没那个冲动了 嗨 和谈了五年的对象分开后 他把行李搬到了我家 刚来的头半个月是很开心 先是给自己配了台游戏主机 然后兴冲冲的去健身房办了个卡 以后终于有时间游泳了 和朋友喝酒时也格外精神 每当有人说要走 十二点了 我先走了啊 他总要站起身来挽留几句 怎么才十二点就走啊 女朋友查岗了 就连和女朋友偶遇的时候 对方也眼前一亮 看来分开后你状态还不错呀 彼此彼此 也追问过他们分开的原因 他描述的画面是这样的 说好去鼻视你的 我看到我票都买了 最近没时间吗 明天再说吧 你现在对我 是习惯还是喜欢啊 那你呢 不如我们分开一段时间试试 哦 好 直到时间又过了一个月 他开始间接性地发呆 放心啊 热量低于一个半苹果啊 不耽误解身 和迪士尼的联名款 是啊 怎么了 之前还答应带着去来着 后来帮回去的原因 是因为某天晚上接到了对方的电话 外面打雷 我一个人有点怕 那我回去睡 再到前几天 我突然刷到他求婚的照片 没准着问了一句 不是说没那个状态了吗 怎么还求婚了 他说 可能恋爱谈久了真的会向帝之上 才会把爱久了 当成是不爱了